就是因为因为这这一期的专题呢 是我们第一次在斗鱼这个平台以外播专题 这是这是纯纯的第一次 为什么呢 是因为上周五发生了一件事情啊 我们因为这是第一次 所以我们这个前面多费一点话 上周五发这个因为在播这个食物相克 都市怪谈的时候呢 然后突然一下被这个斗鱼给关停了 关停以后呢 这个连续他说了两遍 他说因为是涉及到医疗 涉及到医疗的问题 但实际上这个专题根本就没有涉及到医疗 这纯粹是胡说八道 对吧 这个大家都在听 所以根本就是胡说八道 然后呢 我申诉了一遍 申诉了一遍之后 他又跟我说 他说还是涉及到医疗 他说就处理没有问题 就说他重复了三遍 说这是涉及到医疗 然后呢 因为我呢 其实并不是觉得说 他扣分或者关停 这个事我特别的生气 或者什么呢 其实这个没有 但是我生气的是什么呢 我生气的是 他完全没有一个标准 就是你凭什么说这是医疗 就是你以什么 你以什么来鉴定我是医疗 但是我觉得这是国内的一个 所有平台都存在的问题 对吧 你说这个斗鱼的这些超管 都是二郎刚岁 刚这个毕业的小孩 对吧 这个年轻人 大家可能也没有什么 就是可能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就是说我看你这个危险 我还不如就先把你给封了 对 所以和谐 对 也不需要标准 嗯 对 因为Uzi可能比较熟悉啊 同行 不是同行 所以这个 所以等一下 所以在这一点上 我觉得就是也没有什么可说的 那如果说是这样的话 那么我们从现在开始呢 就是专题 其实我在哪播都是播 对吧 而且专题 我们本来也不是本着什么盈利的目的 我们本来就是想踏踏实实找一地儿聊聊天 对不对 那其实如果是本着这个目的的话 那我们为什么要去聊这个 就得特别注意 什么都不能说 对吧 其实我也不会说什么的 就是其实大家也知道我的一贯立场 我也不是一个什么这个什么反动的 我也不是一个什么什么这个这个激进的 对吧 我是一个这个中间派 就是但是但是这种学术向的专题吧 就是咱们纯粹咱们搞的是史料 咱们的这个专题其实多数搞的是史料 搞的是科普 所以这种学术向专题 我觉得咱也没有必要说非得受那个限制 对吧 虽然我不讲什么 但是我不能说 那我要提到这个毛泽东的时候 我还得特别说 这是这个伟大领袖毛主席 对吧 那图啥呀 咱们累不累呀 所以我们今天呢 就把这个专题呢 这就是第一次 我们把它给换出来啊 然后呢 因为YouTube这个专题呢 也涉及一些问题啊 首先涉及的问题呢 就是这个盈利的问题啊 虽然不是以盈利为目的 但是也不能以赔钱为目的 所以在中间 在YouTube上的专题 我们会跟这个斗鱼不太一样啊 因为YouTube并没有一个打赏系统 YouTube好像有一个可以买这个彩色弹幕的一个系统 这个彩色弹幕的这个系统呢 这个好像也不是说 它是一个特别完善的那个系统 所以YouTube只有广告 哎 那么呢 这个还是老规矩 就是说这个大家量力而为啊 然后我也不会这个管大家去要什么这个礼物 因为这个咱们也不是那种直播 不过在这个我换气的过程中 我喝水的过程中啊 这个我会给你播一段广告啊 但这个广告呢 我也要提前说一下 不是所有人都能看到 所以在听录音的朋友 因为这个录音只有浑水摸鱼的海外用户才能够听得到音频 或者在YouTube的这个直播的过程中啊 就是YouTube这个平台 它自己录下来的啊 在YouTube里头 你可以看到这个回播 然后在这个什么里头 在这个浑水摸鱼里头啊 这里头是可以听到音频的回播 只有这两个才能听到海外的专题 所以听回播的朋友 如果你听到你说 他突然说这个下面请看一下广告 然后你不要觉得奇怪 中间我可能会停个五秒或者六秒 就是这个因为那五秒六秒就可以跳了 有的可能是这个可能太过分了 让你看个20秒 反正我中间我可能会稍微稍微停一下 所以这可能就是一点点区别啊 这个废话 咱们就先讲这么多 然后咱们就回到这个专题上来啊 先聊一聊 先聊一聊 咱们为什么要讲这一期专题吧 其实这一期专题啊 我很早很早以前就已经准备了 要给大家讲 要给大家讲 这期专题理论上 理应是在苏联专题之间就给大家讲了 但是呢 我不想给大家讲成一个 我不想给大家讲成一个 就是说中间是断的 或者大家是不太清楚 就是中间为什么跳过去了 因为在西德整个的 就是说在这个联邦德国历史上啊 其实它跟中国的关系是非常非常密切的 有很多人在直播的时候问我一个问题 就说联邦德国是怎么在战后飞速发展起来呢 当然联邦德国不是因为中国发展起来的 但是确确实实是因为中国在某种程度上 转移了东西方的注意力 联邦德国很善于利用这些 因为联邦德国它并不是一个大国 它当时也不是一个强国 知道吧 就是刚战完之后的这个联邦德国是一个很弱的国家 联邦德国其实就是拉低身段 用一个小国的身份 它其实跟朝鲜跟什么一样 只不过它是一个加强版的这种国家 其实他们是一样的 它只是在这些大国之间斡旋 它拉一个打一个 拉两个打一个 它永远是在干这件事情 所以你会发现 即便是在西德 西德 如果你仔细去听这一段历史的话 那么实际上 它并不是美国的铁盟友 换句话说 它还经常会给美国 它虽然是跟美国肯定是统一站在一个战线上 在大方向上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你会发现 它经常会去美国的背后鼓到一点什么 这就是小国生存的方法 所以这个专题 你想一想 它既然是涉及到中国 因为这里涉及到大量的中苏关系 还有中德关系 那么如果我们略去这一段的话 那么德国的崛起可能就成了一个谜 大家可能听上听上就断片了 所以我在想 这个专题如果我们要讲 那我们确实没有必要 就是说 就是说我们把中国这一段掠过去 但是你也知道 在苏联的专题上 我已经这个被各平台删掉了很多段 苏联专题 其实我们都根本就没有这么讲到中国 对吗 没有讲到中国 可是仍然会有 会有就是很多特别敏感的这个问题 然后我感谢川斯帕西亚的五万日元 我天哪 感谢川斯帕西亚的五万日元 真是一个超火 太谢谢了 这个是红名 那红名了 这个非常非常感谢 川斯帕西亚 你那个斗鱼的ID是什么 就是你们最好是 最好是重复一下斗鱼的ID 这样我好知道大概谁是谁 或者群里的ID 谁是谁 谢谢 谢谢川斯帕西 我们继续 我们继续 这个五万日元 所以我们先给大家开一个头 为了让大家能够更容易听进去 我们先给大家讲一个 我们先给大家讲一个这件事情的结果 好吧 这件事情呢 发生在1961年的10月27号 星期五晚上的9点 在柏林的查理检查站 查理checkpoint 很多人去过柏林 很多很多人都去过柏林 柏林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景点 就是当时东西德的分界线 这个查理绍岗 查理上 你来回来去 大家都要从这走 查理绍岗 查理绍岗 查理检查站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 1961年的10月27号 这是冷战里头最紧张的一天 可以说 如果你问我 冷战的最高峰 到底是哪一天 有很多人可能会说是古巴导弹危机 因为那差一点就打起核战争来了 但是我可以负责的跟你说 在这一天 查理绍岗 东西的对峙 美军和苏军的对峙 这一天才是最危险的 因为对峙的人实在太多了 什么是 这是压离军 我说 这是压离军 谢谢压离军 谢谢压离军 所以 在这个紧张的时候 这是一个真正的危机四伏的黑夜 不光这个地方有军队的对峙 这地方还有好多看热闹的 因为大家知道 看热闹是我们人类的 我别说人类 动物都围着看热闹 对吧 你拉走一头猪给宰了 猪还得叫喊叫喊 对吧 大家都看一看 所以这一天 柏林人 不管是东柏林人 还是西柏林人 他们也在外边 踮踮踮踮踮踮踮 跳广场舞 然后在那看着 两军在那对峙 第二天早上的报纸 说什么 说这个人数 说多少人在那围观 多少这个不怕死的 这个老头老太在那围观 有500人左右 感谢风超越的五棒 感谢风超越的五棒 他说是大概500人 在那围观 动动呛 感谢威尔松的20美金 谢谢大家 我就如果有打赏的话 我就稍微念一下 谢谢大家 所以他们为什么在那围观 因为这个场面实在太精彩了 这个场面实在是太精彩了 这是很有可能见证历史 因为你知道 这个时候已经到了1961年 核武器已经非常成熟了 而且 这个赫鲁晓夫已经不止一次 要给这个动手术 要给那个动手术 对吧 赫鲁晓夫一直在嚷嚷 要打核战争 要打赢这个核战争 所以所有的人来这 这个看热闹的人 他们也很紧张 但是他们越紧张 他们越想看 因为他们都想见证 第一次核战争的开始 谁能引发第一次核战争 其实这个人数已经很多了 对吧 500多人 你想想 6天 6天的时间 这个紧张的事态一直在升级 美国的这个M48巴顿坦克 和苏联的特务斯坦克 就这么面对面的对峙着 有多近 你可以看看这张图片 你可以看一看图片上 美军 美军是这个 你现在看这个角度 是咱们这一方是美军 咱们站在美军这方了 对面是苏军 你可以看看 如果你扔一颗石头 你就可以扔过去 对不对 你都扔在对方坦克上 所以你也看到 周围确实实有很多的围观 不明真相的吃瓜围观群众 他们要么在跳广场舞 要么在干什么 反正不知道 他们打着雨伞 因为天气不太好 穿着帽子山 大家都站在那 他们在干嘛 他们在找一个好角度 看一看 因为查理绍港 大家知道 查理绍港的交界 那条在前面那条大街 弗里德里西大街 这是苏联的 不是什么苏联 柏林的重要的一条街 墨尔齐大街 和齐墨尔大街的交汇处 这个是柏林的东西分界点 所有要去西德的 要去西柏林 或者要到东德的人 都要从这过 对吧 盟军平民出去办事的车辆 什么都要从这过 所以还有一些人 为了抢到更好的位置 他们爬上了楼顶 当然这些人里头 有很多是新闻记者 也多亏了这些新闻记者 和这些战地记者 他们在当时 不要命的拼命为官 所以 留下了很多特别珍贵的照片 现场直播 当时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也是派出了史无前例的报道团队 最有名的记者 丹尼尔肖尔 他就跑到现场 那直播 说各位斗鱼的观众 大家晚上好 今天是我们的专题 他说的不是这个 他说的是冷战开始了新的一章 美苏双方在对峙之后 在冷战开始之后 这是历史上头一次面对面的开始对峙 在这个之前 不是说两边没有过冲突 对吧 那个48年58年都有过柏林危机 不是说两边没有过冲突 但是之前的冲突是通过什么来的 是通过本地代理人 都是通过德国人来冲突 对吧 但是美苏之间 头一次说美军对苏军 就这么坦克对坦克 就这么人对人 就这么直接就对阵 苏联的坦克对着这个美国的坦克 隔着不到100码的距离 这个太恐怖了 所以这个大家都非常的紧张 紧张到什么地步呢 当时有一个观察战场的一个美国的直升机 他呢就起飞 说看一看吧 看一看这个到底对面什么情况啊 结果这个飞机直升机经过的时候 有一个东德的警察大声的喊 卧倒轰炸地来了 然后东德那边人 全都卧倒在地 怕这个都抱着头啊 然后有的时候 这个地方出现了非常诡异的情况 就是一点声音也没有 没有车敢从前面过 这时候谁谁也不敢从前面过 电车也停了 然后没有一个人说话 然后在大家就是这么面对面的看着 所以这个肖尔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这个记者 肖尔说 他说这个场面真的是太怪异了 不可思议 他说我现在紧张的 我都要尿出来了 就我浑身都是汗 但是美军看起来好像还挺放松 美军被拍到说什么呢 美军靠着坦克上 你可以看这张照片 一人端着一盘子 吃的东西还挺好 然后吃着面包 喝着可乐 有的还抽着雪茄 还聊着天 吃着午餐肉 反正美国士兵还是挺放松的 靠在坦克上吃饭 但是这个时候不放松的什么 是西德的国防军 西德的这些人啊 他们很害怕 因为他们不知道怎么回事 说你是打起来了 你说我们怎么办 所以西德的这些人 他们就在警戒线后面看着 哎 但是这个时候 竟然来了几个小商贩 一边走一边在喊说 这个谁要这个小面包 谁要小圆面包 谁要铺钱 然后结果这个好多西德的人 一看美军都在吃饭 所以他们哗啦就上去 就去买那个 那个那个小圆面包去了 这个情况啊 让苏联那边都看傻了 让东德那边看傻 因为东德那边拿着大探照灯 往这边打 然后他们一看说 这个怎么 这个怎么这个西方军队 这么没有纪律啊 啊 这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在这个买面包啊 美军还在靠上那儿 还吃饭 但是美军好像真的是 不怎么着急 哎 这就后来还真的是 这个这个 后来这个卢休斯克雷说 说我不是怕华盛顿 我们倒不紧张 我就是怕华盛顿紧张 他还后来跟肯尼迪 还真就是这么说的 所以这个时候 那你想想 两方这样对峙 那些热闹的 边上看热闹的这个群众啊 他们肯定就传言啊 对吧 就跟人都是一样呢 对吧 你也就晃一下 马上大家都下地地震了 你知道吗 明天晚上三点半 还得地 还得震啊 我告诉你 这个八级地震 就在咱们家楼下啊 就知道 这个明天晚上你可别睡觉 就都这样 也有留言啊 柏林要打仗了 很多人在说晚上三点准时开打 说他叔叔就在这个美军里头当官 哎 然后就在这个国防军里当官 已经听说了啊 晚上三点 就是准时要开打 有一个这个西德的电台啊 就开始报道 肯尼迪当时在德国 在这个西德啊 有一个特别代表啊 因为这个就只能派一个特别代表 就是卢休斯克雷 卢休斯克雷 其实是将军 他原来是这个这个这个中教 哎 但是他退休了 他这时候岁数已经挺大的 他退休了 他呢 就坐镇指挥 所以这肯尼迪呢 就觉得心里头还有点 普 哎 说这是一个退休的将领 所以他这个比较坐得住 有的传言说呀 说怎么对峙起来的 说为什么这两边对峙 有人说呀 说是因为查理检察站那边的美国宪兵司令 把东德这边的司令官给打了一顿 然后双方就对峙起来了 双方现在就盼着开战 哎 就要这个给他点颜色看看 也有传言说呢 说这个时候苏联的全部军队正在开赴柏林 正在从苏联那边开赴柏林 要彻底结束掉柏林的分治 要彻底结束掉这个自由 柏林人就是这样 为什么柏林人这么喜欢流言蜚语 因为你要知道 这里头很多人是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的 因为这时候才是1961年 对吧 新生代有很多人是没有见过战争的 老人经历过这个两次世界大战人 对战争已经麻木了 新生代他们没有经历过这个世界大战 对吧 他们是这个可能是这个战争末期才出生的 所以他们也想见识见识什么叫世界大战 因为那个时候的世界大战离人还太近太近了 所以大家都不害怕 但是他们也都觉得什么事都可能发生 发生了也挺好 我也觉得这个挺不错 所以这件事情1848年 我们要说到这个卢休斯克雷 克雷其实是一个老的 他对柏林一点也不陌生 因为1848年的那次著名的柏林围困 就是那次大空运 就是克雷指挥的 就是这位卢休斯克雷指挥的 我们在苏联的专题里头已经给大家聊过 这一次发生在1948年的大空运 这个西柏林被苏军给切断了这个供给 然后围困了三百多天 然后美军就想了一个办法 因为天上还留着三条运输通道 所以美军就想了一个办法 这件事情的起因 就是因为美英跟苏联在德国的这个问题上 矛盾就越来越深 因为美国呢是希望维持现状 就把德国干脆就一分为三 一分为三 我重申一遍啊 很多人跟你说 说这个战后柏林被一分为二 但不是啊 是一分为三 如果你去看过当时的那个视频的话 你会发现在西柏林 西柏林有三面国旗 一面国旗是德国的联邦德国旗 1948 1948不是 我说的1848吗 1948啊 那可能这个可能我那个什么啦 我那个可恶了 这个1948啊 1948啊 这个冯小月提醒了一下 这个在柏林是有三面旗啊 一个是这个联邦德国旗 一个是美国旗 还有一个是什么 是柏林的那个熊旗啊 柏林熊旗 所以其实当时的划分是西德 东德和西柏林 西柏林是一个独立的自治市 它是一个就是完全独立出来的一个自治市 美国希望维持这样的方法 而且美国希望什么呢 在法理上维持三个柏林 不是这个三个德国啊 就是说这个西柏林 西德和东德啊 美国呢 利用这个后来利用 他这个马歇尔计划 他给法国施压 他怎么给法国施压 就是你要不同意的话 我就不给你钱啊 我就不给你钱 法国 当然就法国英国 他们也希望 就是他们本质上也是希望 德国最好别统一 德国要统一了 那我们就非常那什么了啊 我们就非常麻烦 所以法国一看美国有这个意愿 所以法国非常的高兴啊 法国就同意 说行啊 这件事呢 就交给你们弄吧 所以法国后来呢 就把他占领的那个德区 就给让出来了 我们一上来 就给大家看了一下 这个几个国家的占领区啊 我们这一片当年是英军占领啊 然后在莱法州 靠近法国那边 那都是法国占领 然后南边黑森州 巴福州 拜仁州都是美国占领啊 然后 这个这个 伯兰登堡州啊 梅克伦堡州什么的 这都是苏联占领 所以法国就直接把这个 他占领的那个地方 他就让给了美国 于是呢 这1848年的2月到6月 美国英国 法国比利时 荷兰卢森堡 六国就跑到伦敦 去开了一个特别长时间的 一个好几个月 四个月的时间 一个外长会议 然后呢 就这这伦敦这次会议呢 大家就琢磨出一半个来 就说呢 怎么弄啊 就说这德国未来 到底怎么弄 不能让他太强 对吧 英国和法国都认为 不能让德国太强 因为就最好 你把他们拆的 不能再拆啊 让他们弱啊 就最好一点工业都没有 就可以了啊 这就是他们 所以他们就搞出一个伦敦建议 这伦敦建议就是什么呢 就是法占德区 跟英美这个占领的这个德区 大家一块协调一下 我又说错了 1848 是吗 我为什么老说1848呢 1948 1948 就是大家协调一下经济政策 然后呢 以西德为中心 咱们复兴欧洲 所以 这就是美国希望 德国扮演的一个角色 为什么美国会有这个要求 会有这个需求 因为很显然 德国被分成了两个 对吧 德国其实是什么呀 是苏联和美国 是两世界这两级对战的最前线 他们是兵对兵 将对将 就真的摆在这 对吧 从东德往东 你可以看看 波兰 匈牙利 这都是这个老的社会主义 老兄弟啊 往西 全都是什么呀 都是这个 这个 当然当然除了一个奥地利啊 往西都是什么呀 都是西方的自由世界 对吧 所以美国希望 德国能够扮演这么一个角色 这个角色就是东西方对峙的角色 那你想想 东西方对峙的角色 出于表面工作 出于表面工作 你不能说 说好 咱俩对峙啊 我们这边穷叮当响 啊 就跟这个朝鲜似的 朝鲜每天给这个韩国广播呀 啊 大韩的这个将士们 兄弟们啊 你们过的日子啊 都是被蒙蔽的啊 你们其实都是不幸福的 我们这是最好的日子 我们这是这个管医疗 我们这是你们的压力大 对 就是说你天天你说你广播这 人也得信啊 说你我看你那边 我都那个 好 这人都在那儿挖地上挖土豆呢 那那么小土豆 你也挖出来就吃了 然后你说你比我好 那是不可能 所以美国当时呢 就着重的要搞 首先要搞西德的建设 对吧 首先要把这个西德建设 要给他拉起来 那么门面上的这几个城市 慕尼黑 对吧 美战区慕尼黑 啊 然后这个这个呃 法兰克福 法兰克福不用说了 美英河畔的小纽约 对不对 英战区 那也得一块啊 对吧 咱们得一块搞啊 这个杜塞尔多夫 科隆 咱们都得弄起来 但是这件事情 法国和英国乐意吗 法国英国特别不乐意 但是不乐意 没有办法 为什么 因为这就是 这就这就没 实在是没有什么可说的 因为马歇尔计划 因为你们什么都没钱 你们都已经被炸的 都已经一干二净了 所以你要是不同意 那你就别拿马歇尔的钱了 对不对啊 所以没有马歇尔计划 那就没办法了 对 那么不管怎么说 反正三国终于达成了一致 就是什么呀 就是西德按照英法原来的要求 是什么呀 拆掉所有的工业 让他就一烂到底 德国再也不能富强起来 但是按照美国的要求呢 德国西德必须要富强 而且他必须是 整个西方世界最富强的 那个国家之一 所以美国不遗余力的要求 英法 跟我统一步调 然后咱们一块搞经济建设 那么这个没什么问题 对吧 但是苏联知道 因为你别忘了 这个占领国有四个呀 苏联知道之后 这件事情 苏联反应非常的大 大到什么地步呢 大到 其实一直到了21世纪 我们都觉得特别的奇怪 为什么 苏联当时跟他们采了他 捏了他蛋一样 这不是这个赫鲁晓夫老说 他老说柏林是一个蛋 我得捏着这个蛋 咱们也用他的话 好像不小心踩了他的蛋一样 因为苏联几乎是跳着脚 6月19号马上提出抗议 然后发表了一个搞德国公民书 德国民众书 说什么呀 说美英法这三个国家 他们在搞什么 他们在搞分裂主义 你们德国人真傻 他们就要分裂德国 他们就是要让你们趴下 所以6月22号的时候 就是你看 发完了搞德国民众书之后 6月22号 马上苏战区就开始实行货币改革 开始跟西德分开 就是咱们的马克 我们这边印D 你们那边印B 咱们分开 BD分开 然后6月24号 他就立刻做出 你看从6月19号提出抗议 然后到6月24号 到6月24号 马上他就干嘛 他就宣布切断所有 到柏林的东德的运输 全都要切断 我不让你过来了 就留了三条空中走廊通道 这三条空中走廊通道 是干嘛用的 是留给外交人员用的 知道吧 这就是第一次柏林危机 你看啊 从美英法三国 在6月18号宣布 这个计划 复兴这个德国计划 到6月24号 马上苏联就封锁 这时候我们就不禁要问 到底是什么 让苏联如此的激动 就这事跟你有什么关系 一个德国统一 这事跟你有什么关系 对不对啊 德国你站的又不是什么多大一块地方 对吧 你站的那个地方又不是什么工业特别强的地方 为什么跟踩了你弹一样 你一定要说 你一定要在那喊 说这个 不行啊 我封锁你啊 我要跟你玩命 这个当然跟他在远东的另一个战略有关系 我们待会再跟你说 我们先接着说 这次封锁 在苏联6月24号宣布了封锁 封锁掉所有的 那当时西德 当时这个西柏林还住着250万人呢 对吧 250万人要吃要喝 对吧 要供暖 要发电 什么都要 所以这250万人怎么办 所以美国当时开始找盟军 那咱们就一块开会吧 研究研究说 这个到底咱们怎么供这个西柏林的这个问题 所以盟军的这个指挥部呢 在一块研究了大概五天 然后就做出了一个决定 因为这个决定也是没有办法的决定了 因为就是除了这个办法 也确实没有什么其他办法了 你说全切断了 你说咱偷着运不行 对吧 你说咱这个空头也不行 那都是老百姓 能收到这个东柏林怎么办 所以6月29号 美国开始实行什么空运 美国说那这事搁几个就别管了 这事我就给办了 所以他们就开始派出了大批的飞机 往这个西柏林运所有西柏林人需要的东西 粮食 日用品 西柏林出现了非常诡异的情景 其实西柏林在战后的物资供应 虽然这个西柏林的经济跟西德是绑定的 大家的物质其实非常丰富的 但是西柏林也不是那么的发达 但是这次空运让西柏林有了一个改变 西柏林的超市里头反而比平时东西更多了 物资更丰富了 美军的这个空运能力非常非常的恐怖 他一年间他竟然飞了就是300天 没到一年300天 他一共飞了277,728架次的飞机 他一共往西柏林运了211万吨的物资 这里头有日用品 这里头有这个吃的 有喝的 有衣服啊 甚至还有什么 还有钢啊 还有煤 还有这个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原材料 全都给运过去了 这个运输数字非常的可怕啊 非常非常可怕 因为你想想啊 咱们就按一天一年算啊 一天24个小时 一年52万6千分钟 那美军的这个这个运输速度 运输效率啊 每两分钟就有一架飞机在西柏林降落 所以那天上分了好几层的这个空运 因为到处都是飞机在盘旋啊 就非常的壮观啊 虽然这个咱们都没经历过这个西柏林这空运 但是我想想当时的这个画面应该是挺美的 所以就这样运了将近一年的时间 运了一年的时间 当然在西战区啊 在西战区美军既然决定要发展西德 那么首先是要帮助西德建立一个完整的政体 所以当时能选出来 当时能站出来 因为当时德国确实也没有什么优秀的政治家了 当时能站出来的只有阿登纳 阿登纳 大家这是老牌政治家 对吧 经历过一战 经历过二战 这都是老牌政治家 所以阿登纳站出来 他带着这个65个州代表开始修订宪法 一直到了1949年的5月8号 德国议委会通过了这个新的宪法 5月12号 英美法盟军啊 在法兰克福批准了这个宪法 联邦德国就正式成立了啊 西德的政府就是我们后来说的西德政府就开始基本就确立了 然后大家就成立了 苏联这个时候一看啊 他原本是希望什么呢 他原本是希望借这个机会 去掐一下这个西方的这个蛋 柏林就是他一蛋嘛 对吧 就西柏林就是他这个 他叫赫鲁晓夫的原话说什么呢 当然这时候是斯大林啊 但是赫鲁晓夫后来说 说这个西柏林啊 就是这个西方国家帝国主义的这个稿丸啊 我要狠狠的掐住那个稿丸 而且我没事就要掐他一下 对 就是这这颗稿丸啊 这颗蛋 这个他一看没掐住 对吧 因为这个这个美军的这个空运能力实在是太强大 这不是说强大不强大 简直叹为观止 就是没有想 他都你给他想象力 他都没有想到 对吧 所以后来一看也没有办法 所以就只能任由5月23号 这个西德在这个波恩就 人政府就成立了 成立了以后呢 联邦德国就成立了 所有的国防外交什么的人就独立了 所以这个时候 苏联也就没有再说什么 但是你看啊 苏联 那肯定不能咽下这口气 对吗 所以苏联也在5月30号 瞬间通过了一个什么 这个东德五州的宪法 所以10月7号 在同一年内就隔了几个月的时间 这个所谓的DDR啊 就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宪法生效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也宣布独立 所以你看一下就出现了两个德国 对吧 这就是东德和西德 但是之后 苏联不光不禁运了 不光不禁运了 而且好像这件事情就再也没有发生过 为什么苏联 那现在就还是那个问题 为什么苏联在当时如此的激动 为什么如此的激动 后来在1994年 这个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 就是苏联解体之后 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有一个将军 他叫苏多伯拉托夫 这哥们1994年出了一本回忆录 这回忆录的名字叫特殊使命 这才是首次苏联的高官 在回忆录里头谈到 当时的这个决策到底是怎么回事 其实东德和西德 你要是从后来赫鲁晓夫的态度来看 甚至你从斯大林的态度来看 东德和西德对于苏联并没有那么重要 是个稿丸确实是个稿丸 但是这稿丸有多重要 其实也没有那么重要 他们俩没有说这个把这个真当那么回事 反而是后来西德对于苏联来说 可能比东德更重要 但是在1948年的时候 远东战场发生了另外一件事 就是什么呀 就是中国发生的三大战役 辽审淮海平津 还有这个渡江战役 最后这渡江战役 渡江战役的这个行动期间 因为你知道啊 国民党军队有美国的这个装备的支持 有这个空军的支持 有美谢的支持 对吧 所以尤其是空军 空军这个事情太让中共的军队头疼了 因为中共是没有空军的 中共就建国了以后 就那几架飞机还是这个俘虏的 对不对 所以他实在是没有空军 所以当时呢 这个毛泽东跟斯大林 有过一次秘密的这个通信 这通信里提到什么呢 这个通信提到了 就是说要解决美国空军的这个问题 所以当然我们今天已经不知道 说这个主意到底是斯大林提出来的 还是毛泽东提出来的 这我们现在是不知道了 但是很显然两方是共同协商 做出了一个重大的战略计划 这个战略计划就是什么 就是柏林封锁 所以柏林封锁确实达到了战略目的 因为美军确确实实把几乎所有欧亚大陆上的飞机都调往了柏林 都调往了这个这个这个西德 都调到这个欧洲去了 所以这样的话 那美军肯定美国也没有时间去管这个中国战场发生过什么事了 对吧 也没有这个经历了 因为眼看着要跟苏联打起来了 所以这样的话 达到了一个转移注意力的目的 于是这个战略 我们目前看到的 因为这个算是比较靠谱的这个材料了 虽然这个这个目前我们只能找到这么一个材料 但是这是一个比较靠谱的材料 要不然的话我们确实没法解释 为什么在1948年柏林危机苏联会这么跳脚 六月份突然就跳脚 为什么会这么跳脚 因为我们解释不了了 我们只能说 那如果加上中国战场的局势 要扶持中共的这个战略目的 那么我们能看到 那这个逻辑可能是建立的 当然啊 这仍然不能是事情的事实 我们不能说这这就是历史的事实了 这个远远谈不上 不过呢 可能也是给我们一定的启示吧 也只能是这么去理解 但不管怎么说 克雷 这个卢休斯克雷 我们还说回这个1961年 卢休斯克雷 他曾经就是指挥美国的这次空军运输的总指挥官 他把西柏林从这拨人的手里救了出来 他因为这一件事发动了双方的这一次对峙 他在华盛顿的那个上级 不太觉得说这件事情会引发 苏美之间的这个战争 东德警察当时打破了四国协议 要求盟军一方的那个平民啊 在进入柏林的苏战区之前 必须得出示身份证 因为这按照之前的这个战领区协议的话 是大家是来往自由的 你不需要这个身份证 对吧 你看一下车牌就应该过去了 但是其实是苏联先破坏的 克雷这个人是一个硬骨头 这个人是一个鹰派 他呢特别的讨厌苏联人 这个人就是因为他跟苏联打交道实在太多了 他有一句特别有名的话 他说如果你不在最小的事情上 跟苏联斤斤斤计较 那么苏联就会得寸进尺 他会一点一点的把你的立场蚕食掉 所以他主张拒绝合作 无论苏联这边提出什么 我都拒绝合作 而且你不是检查身份证吗 好 咱们按照四国占领协议 你是不能检查身份证的 所以你现在属于违宪 对吧 那会没有限 就是你这是违法的 所以当时克雷就直接下令 那好就有美军的武装车辆 谁要是过去 咱们护送平民过去 你要是敢拦 我就撞过去 所以他就用这种方法 美军的士兵在执行这件策略的时候 美军士兵也是全副武装 上满子弹 然后枪全都上刺刀 然后在两边护卫 你敢拦吧 你敢拦吧 后边就是美军坦克压着 就这么就过去 最开始 这个举动让苏联觉得非常的不适应 因为苏联没有想到 美国竟然这么的强势 所以一开始 好像这苏联这边有点懵 而且东德那边的边境警察 比较弱 对吧 都是这个战败国 他们比较弱 所以东德那边的边境警察 一看美军是这个架势 护送这个平民百姓 过这个 这个查理绍港 大家就不拦了 不敢拦 可是很快 赫鲁晓夫听见了这件事 赫鲁晓夫立刻下命令 美国坦克 咱们这个出坦克 跟这个美国坦克一对一 硬碰硬 谁要你要再敢武装护送过来 我们坦克就往上上 如果有必要 再升级事态 这是当时的 赫鲁晓夫的直接命令 就是他不惜升级事态 赫鲁晓夫有一点 我们至今也没有想明白 就是他比较忌讳什么呢 他比较忌讳坦克的身份 他呢 你如果你仔细看这个 现在画面上 看这张图片 你会发现 这个坦克上是没有东西的 是吧 他是一个 就是一个坦克 他虽然是特务斯坦克 这一看就看出来 但是你看这个坦克上 没有苏联的任何标志 也没有字 如果你仔细看 这个苏军的这个军装 你看一下那个坦克兵 坦克兵连军衔都没有 看到吗 底下的这个这个军警 是有军衔的 但是坦克兵的连军衔都没有 坦克兵只是穿了一身黑衣服 所以这一点又特别的奇怪 赫鲁晓夫好像想 好像比较忌讳 他把这个所有苏联的标识 全都抹去了 他好像不太想告诉别人说 这是我们苏联 再给东德撑腰 他可能想让外人理解到说 这是一个 这可能是一个这个什么 这可能是一个 这个这个 这个东德自己搞出来的 所以你看 他我们只能猜 那可能他还是觉得 就是留了一点后手 就是说万一 要是这个真的事态升级了 可能他也不会真的去跟美军 是怎么打起来 那你要真打起来的话 那他就不至于摘着军衔 所以那天下午的时候 苏联的特务斯坦克 就开到了那个查理剑 这个烧岗的那个对面 然后就阻挡克雷武装押送平民 过境的这个行动 然后那怎么办 那两边就杠上了 对吧 你那边有坦克 我这边有坦克 那两边不就杠上了吗 所以美苏两方的最高指挥官 都同时到了两侧的这个指挥所前线 然后呢 就等着两边啊 两位老板肯尼迪和赫鲁晓夫 他们俩的进一步的指示 然后一边两边都在考虑下一步的行动 纽约和华盛顿的这些领导人 当时呢 也在权衡 这个托马斯泰里少校 这是在对峙前线的这个坦克兵 他呢 带着他的部队 他非常的紧张的 注视着对面 1961年的8月13号 也就是在这件事情 两个半月之前 其实发生过一次小规模的冲突 这次小规模冲突是一个夜间行动 苏联那边突然在8月13号的夜里 出来了很多的士兵 当时这个西德这边呢 就发现了 美军也发现了 西德也发现了 所以大家这个 就说这是干嘛呢 他们也不是来打仗的 他们每个人啊 背着这个工具 然后蹊着咔嚓的 沿着西柏林110英里的这个边界 匆匆的拉起了一条铁丝网的这个墙 和这个哨卡 他们的目的是什么 他们的目的不是拦住西德人进入东德 是因为他们想拦住东德人 不要再往西德逃了 因为这个时候的东德人逃出去的太多太多了 已经这个太多了 这东德都快逃没了 那人 所以从那之后 他们每一天都在 气高一点 把这个墙弄高一点 每一天都在弄高一点 每一天都在弄高一点 后来有的地方呢 就加了水泥 加了隔离墩 加了沙江 加了什么坦克陷阱 加了瞭望塔 加了警犬 这就是最早的柏林墙 这道柏林墙 简直就是 全世界最惊人 有史以来最惊人 最鲁莽的一次城市改建计划 因为这柏林墙实在太丑了 就无论你从什么角度 你去欣赏这堵墙吧 你都会发现这堵墙 这真是透露着这个苏式的审美 因为实在就是 就这么一堵突兀的墙 把柏林这么漂亮的一个城市 就蜿蜒穿过城区 然后就给隔开了 然后这个墙什么装饰也没有 后来反正 后来这个到了八十年代 被人喷了好多这个涂鸦 然后这个西德这边呢 比较干净 东德那边全是涂鸦 所以这个城市规划 简直太奇怪了 于是呢 这堵柏林墙 也就立刻吸引来了 全世界的政治领袖 间谍头子 各种将军 游客 甚至有游客 记者 摄影师 大家全都来了 因为大家都听说 我靠 就说听说这什么丘吉尔说 这个铁幕正在大西洋 拉下 我们这就是活就见 这是活活看见这个铁幕 是什么样的 这还真就是这铁幕就拉下了 所以大家都非常的清楚 查理检察站 这两边的这个对峙 双方上演的这个坦克这个对峙 这可不是演习 啊 这个不是排练 因为 这位太理上校 太理少校啊 他呢 当时他就要求他的坦克部队 全都炮弹上膛 他们的机关枪都装了一半的弹截 除此之外 太理的这个手下还在好几辆坦克前面都已经安好了这个推堵机场 准备就推过这个墙去 这一刻 太理已经等了好长时间了 啊 他训练部队和平的通过这个查理检察站 这是当时的四国协议允许的 如果共产党单干我动作 这太理就决定啊 他在后来的会议录里 他说就我就要给这个共产党那好看啊 我就要从这身上压过去 我就要不光要这个冲过冲到他们这那边去 这个击毁他们的坦克 我们还要回来路上啊 沿着这个他们建好的所有的临时的这个 就是这个当时最原始这个柏林墙 我要把他们全都给压平 这就是当时太理这个准备的啊 想好 所以啊 为了稳定情绪啊 为了取暖 也为了取暖 因为当时还挺冷的 那也为了稳定情绪 所以美国的坦克手 他们把坦克的引擎都打开 啊 然后你知道坦克那个引擎啊 那很吵啊 那比习记还吵 所以这个非常非常吵 这也是撞一撞声势 但其实你怎么撞声势 也改变不了一个事实 因为当时这个 在西柏林的驻军 盟军其实只有一万两千人 美军只有六千五百人 能够投入作战的部队 不到八千人 这就是当时盟军所有 因为还有很多是这个文职啊 还有很多是文职的军官啊 外交官啊 什么的 还有这些呢 所以这场常规战斗里头 离柏林很近 因为你想想柏林是在东德的境内啊 对吗 你知道在这个柏林周围 苏军能够马上调集的军队有35万人 所以这场对峙毫无胜算 就是你指望这个 你就说蛮打蛮算出这个一万两千人的盟军部队 去对抗35万人的苏军 毫无胜算 所以太理当时很清楚 他说我呢 很有可能会成为这场大战的导火索 如果我手底下有任何一个人 情绪失控 不稳定啊 或者过于紧张 或者崩断了 哎 那么你还来不及说再见呢 核战就会爆发 当时路透社还有一位记者啊 这个凯勒特朗 他呢 也赶到了查理检讨战 他抢发两军决战的最新消息 也非常的想看一看 他当时看了以后 他都捏了一把汗 他看到一位非美国士兵 一个大老黑啊 好一条大老黑啊 他正在非常紧张的握着坦克上的机关枪 让他特别紧张的是什么呢 他发现这位非裔的美国士兵在发抖 他非常非常的害怕啊 虽然他看不清他的脸 因为是夜里啊 所以看不见他的脸 不知道他这个 不知道这个 这个是出没出汗 反正他发现他在发抖 因为他能听见那个机枪 嘎嘎嘎嘎嘎嘎 这个声音啊 所以他非常的担心 他后来在这个报道里写啊 他说就这位这个黑哥哥 他手只要一抖 第三次世界大战就开始了 而且第三次世界大战 这个就像爱因斯坦说的那句话 就我不知道第三次世界大战什么时候打 但我知道第四次世界大战怎么打 肯定是拿石头打 这就是因为这肯定是核战 所以他他也特别的紧张 柏林的午夜 就在双方对峙非常紧张的时候 柏林的午夜 正好是华盛顿的晚上六点 肯尼迪啊 也很 也很着急 肯尼迪正在纠集一波 高级安全顾问 在白宫的这个内阁的会议厅呢 开紧急会议 肯尼迪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其实我们原来也讲过 肯尼迪的岁数很小啊 我们这个 在后边 我们也会详细的讲这个人的性格 肯尼迪其实有点像 今天你看见加拿大那个总理特鲁多 也有点像马卡龙啊 也有点像马英九啊 有点像这一类的人 很年轻 他走的是那个精英的路线啊 然后家境比较好啊 公子哥做派啊 然后比较潇洒 但是呢 他没有什么政治经验 他更没有什么斗争经验 他也没有控制事态的经验 因为这个对于他对于这个事态 他现在太嫩了 幸好他的前任是艾森豪威尔 艾森豪威尔留给他了很多的应急的这个这个这个计划 但是就这样 后来他也把这个珠湾登陆给搞砸了啊 对吧 就这这都不用说了 后来把这个维也拿会议也给搞砸了 然后把这个珠湾登陆也给搞砸了啊 这都是拿着这个艾森豪威尔的蓝图都没做好啊 都都都没做对 所以刚开始肯尼迪没当回事 但是他后来越来越害怕事态失控 因为啊 他很多的幕僚开始跟他说 说这个赫鲁晓夫这个人啊 这人首先他是个酒鬼 而且这个人是个浓奴的孩子 这个人敢想敢干 非常狠啊 这个人啊 经常吹牛逼啊 经常这个拉着人吹牛欢喜 动不动就要给人做这个手术 外科手术啊 所以只怕这件事情 赫鲁晓夫说 这个必要的时候不排除事态升级 那只怕赫鲁晓夫真的会这么干 所以肯尼迪当时咨询的第一个战略专家是谁啊 是核战略专家 他首先管这核战略专家要了一个详细的向苏联进行核打击的计划 而且肯尼迪当时拿着这个计划 他在犹豫 他在犹豫什么我不知道啊 我也没有人知道 但我想他拿着这个核打击计划 有可能是在犹豫 是不是 我现在就下令执行啊 干脆咱们就先发制人 先摧毁对手 让他无力还击 他当时 可能真的在想这个 但是幸好肯尼迪 还不是那么的 这个冲动 所以肯尼迪也向其他的专家所提出了一些疑问 比如说他的这个肯尼迪啊 肯尼迪 比如他的这个国家安全顾问啊 迈克乔治邦迪啊 还有这个国务卿啊 拉斯克 当时国务卿是拉斯克 然后这个麦克斯马拉啊 这个他的这个国防部长 一些这个要员啊 但是呢 这个会议的整个气氛 大家可以看到 非常的凝重 因为大家 所有这个参与 当时这个决策的人 在后来的回忆录里头 虽然大家写的都不一样 但是大家 这个描述的情况都差不多 大家都觉得这个世界末日了 可能就是 今天晚上可能过不去了啊 可能就是要世界末日了 于是呢 大家没有什么办法 所以这个时候呢 就有人提议啊 国务卿就这个拉斯克就提议 他说要不然我们还是先问一下柏林的前线吧 因为我们我们这个时候需要克雷的意见 因为克雷毕竟跟打过仗 对吧 老将军 然后呢 他又比较知道这个情况 所以呢 想问一下这克雷的情况 所以他们就把这个电话打到了西柏林的指挥所 刚开始这个克雷接电话呀 这个接线员说是邦迪找他啊 结果他接起电话来的时候 那边是肯尼迪 他听了肯尼迪本人这声音的时候 他吃了一惊 所以这个时候那个作战室非常的乱 大家都乱成一锅粥了 这时候这克雷就提高了嗓子说 啊 总统先生你好啊 这时候整个的嘈杂的指挥中心 全都安静下来了 大家都听着 肯尼迪那边到底要做出什么决策 但是肯尼迪能做出个P决策来啊 所以肯尼迪问他的第一个问题是 这边的情况怎么样 肯尼迪说话的声音 克雷后来回忆啊 肯尼迪的腔调是明显故作冷静啊 声音有点发抖 但是能听出来 他是在尽量压制自己的这个紧张 克雷呢就说 一切尽在控制机中啊 他说我们现在在这个查理绍港 一共有十辆坦克 俄国人对面也有十辆啊 所以我们现在在查理绍港的这个前线 旗鼓相当 就在这句话还没说完的时候 他的助手递给他一张纸条 克雷看了一样这纸条 然后跟肯尼迪说 说总统先生 我要改一下刚才的数字 俄国人又派了二十辆坦克 增派了二十辆坦克 这是我们在柏林 现在能调集到的 全部美军坦克的数量 所以我们也立刻会调集二十辆坦克 到那个前线去对峙去 他还安慰肯尼迪 他说不用担心总统先生 他们在跟我们比坦克的数量 所以如果你问我意见的话 那么我非常肯定 他们不会轻举妄动 因为如果要轻举妄动的话 那就肯定不是说 要比坦克数量了 那肯定是要计划怎么包抄 对吧 怎么进攻 从哪条路进攻 所以苏联人 这时候克雷判断 苏联人不会轻举妄动 事后证明 克雷的判断非常的准 所以说这将还得是老的拉 对吧 这个 但是肯尼迪听完这个话以后呢 他更郁闷了 因为简单的加法 大家都会做 二十 十加二十等于三十 如果俄国 俄国在周围可有三十五万驻军 他能调集那么多 如果俄国 现在把这个外围的坦克 再往里头掉 他再增加坦克数量 怎么办 这个时候 如果说坦克数量 你不跟着增加的话 那么这场对峙 你已经输了 对吗 输了以后会是什么后果 赫鲁晓夫会不会升级事态 对吧 会不会制造混乱 西德会不会就此 就一下就这个乱起来 所以这个他非常的美谱 那据当时与会的人回忆啊 说肯尼迪 这是他上任以来第一次 当然他后来多次啊 非常的焦急啊 这个肯尼迪呢 他把双脚翘到了桌面上 然后呢 抖着腿啊 然后呢 故作镇静的说 各位啊 保持冷静 这句话也是说给电话那头的克雷 好的 各位保持冷静 克雷呢 这个时候回了肯尼迪一句话 他说呀 总统先生你误会了 我们从来也没有担心过 我们自己会紧张 因为我们是士兵 我们倒是担心 你们华盛顿那边会紧张 你看这句话说的非常到位 这句话说 这就是一个老江湖啊 回复给他的年轻的总统 年轻的老板那一句话 浓奴的孩子是非常非常的可怕的 柏林强在肯尼迪上任的第一年就建成了 对吧 从那个时候开始到现在 半个多世纪过去 可是一直到现在 咱们才有了足够远的距离 去看那一代人的回忆 因为这一代人已经不牵扯什么秘密了 苏联已经从这个地球上彻底消失了 对吧 你不管过去他们做了多少龌龊的事 他们有多少的秘密 他们有多不透明 但是他们现在也解密了 对吧 这跟现在的俄罗斯也没有什么瓜葛了 所以到了21世纪 我们才有了足够远的距离 和足够多的材料 去看当时的那段历史 这段历史来源于个人的回忆 来源于口述的历史 来源于美国 德国 俄罗斯开放的一系列的秘密档案 我们才能够了解当时发生了什么 所以我们才能够在今天 在斗鱼 不是在斗鱼 在YouTube 不好意思 在YouTube 我们才能够讲述 还原1961年的历史事件 那个时代 是一个我们今天根本就想象不到的时代 那个时代是冷战的最高峰 那个时代的两位头号领袖 我们今天看来 这俩人都不太正常 对吧 西方世界的领袖 自由世界领袖是肯尼迪 东方世界的领袖 或者说一个集权的领袖 是赫鲁晓夫 这两个人 一个人过于年轻 一个人过于鲁莽 这两个人就从来没有 为什么说 这他们俩会造成冷战的最高峰 对吧 这个珠湾登陆 然后这个柏林危机 然后这个古巴导弹危机 为什么就是这两个人 能擦出这么大的火会了 因为两个人的性格反差实在太大 他们两个人 又都面临着国内的压力 肯尼迪不用说了 他是竞选的 他是民选总统 对吧 你不行 你滚蛋 后边人行 对不对 所以肯尼迪不用说 他有的是反对派 那有人说了 那赫鲁晓夫已经不应该 赫鲁晓夫也有反对派 赫鲁晓夫不光有反对派 赫鲁晓夫有的是反对派 所以两个人在这一方面 面临的困境是一样的 这就导致两个人 他们不免得会干什么呢 会去赌 这两个人或多或少都有赌的 都有侥幸的这个心态 只不过肯尼迪表现的不是那么明显 因为他毕竟是一个民选 他是一个自由世界的领导人 对吧 但是如果你去看赫鲁晓夫的话 赫鲁晓夫赌的心态 非常非常的重 肯尼迪在竞选的时候 他提出了一句口号 就跟现在的川普差不多 川普说什么 让美国再次伟大 对不对 肯尼迪的竞选口号是什么 让美国再次forward 再次前进 让我们美国再次前进 所以说差不多 就靠着这句口号 他赢得了美国 1916年以来最激烈的一次大选 1961年1月 这位年轻人 40多岁年轻人 没有任何政治 几乎没有任何政治背景 他最高的政治背景 当过参议员 对吧 周参议员 他走上了世界政治历史舞台 对吧 接替了连任两届的战斗英雄 艾森豪威尔 这可是一个老家伙 他接了艾森豪威尔的盘 我们只能说 我们今天看来 我们回头再看那个年代 真的是幸好 他的前面有一个艾森豪威尔 如果前面不是艾森豪威尔的话 那么后果不堪设想 我们试想一下 我们如果把尼克松 跟艾森豪威尔的对调一下 当然这是不可能的 我们试想一下 要是说他真的接了尼克松的 那估计第三次世界大战 可能真的是不可避免 肯尼迪 他的执政策略 他不断的去挑衅苏联 不断的去刺激苏联 他指责艾森豪威尔 他说你对苏联太姑息了 为什么因为艾森豪威尔跟苏联 不管怎么说 有战斗情谊 对不对 因为很多的俄国的军事将领 什么的 他跟艾森豪威尔的关系都不错 什么朱可夫什么的 对吧 可口可乐怎么来的 可口可乐怎么运过去的 不都是艾森豪威尔 他们这拨人给弄的 所以艾森豪威尔 他对于苏联是有战斗情谊的 而且艾森豪威尔是经历过战争的 他更善于去权衡各方的利弊 也就是说他看得更清楚 他很沉稳 他也不想干什么事 对吗 所以肯尼迪是个年轻人 肯尼迪一上台 他就不断的在指责艾森豪威尔 说你让苏联做大了 在经济上 在军事上 你都让苏联做大了 他是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一个总统 对吗 他去指责 可能是美国数一数二高 有战功的总统 喝口水 进段广告 肯尼迪当选的时候 他才43岁 他爹就特别野心勃勃 他爹就是特别超级富豪 对吧 但是他爹最宠爱的小儿子 小约瑟夫肯尼迪 不幸 在战争中挂掉了 新总统 虽然英俊潇洒 JFK 因为有很多肯尼迪 约翰肯尼迪 JFK JFK虽然是英俊潇洒 很有领袖魅力 口才又好 对吧 跟尼克松辩论 电视辩论 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总统电视辩论 候选人电视辩论 但是 肯尼迪有毛病 他有什么呢 他有肾上腺功能减退的一个症状 这个病叫阿迪森病 肾上腺功能减退 肾上腺素不够 他背也很疼 他的这个背也很疼 他这个因为战争的时候 他负过伤 所以肯尼迪 总体来说是什么 表面上信心十足 但实际上他对苏联有底 他对苏联一点点都没有 后来我们看到 他被这个后鲁晓夫整的是焦头烂额 肯尼迪毫无疑问 他想当一名伟大的总统 他想像林肯 像罗斯福那样 甚至肯尼迪很有可能 他希望在他任上解决 彻底解决掉苏联问题 这很有可能 因为很有野心 对吧 可是他担心什么呢 他发现这林肯也好 罗斯福也好 这个都是靠战争 才能名流轻视的 对吧 靠战争才能 才能这个改变世界的 但是二十一六十年代的战争 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核毁灭 意味着全世界 咱们大家都炸平了 美国总统都有一个这个惯例 就是什么 他的第一届任期 都是灾难性的 当时全球的那个危机的重担 从一届政府转移给下一届政府的时候 比肯尼迪更有经验的那个人 也逃不过这规律 完全逃不过这规律 所以肯尼迪上任五个月 就惹了一大堆的麻烦 从珠湾事件 一直到维也纳峰会 再后来又又开始这个柏林对峙 按他自己的那个叙述 在维也纳峰会上 他说我被赫鲁晓夫抢了风头 赫鲁晓夫完全控制了这个峰会的局面 所以没有什么地方 比这次柏林对峙更关键 这是美苏两国擂台的中心 因为这个脾气秉性 也因为出身 赫鲁晓夫跟肯尼迪就完全是两种人 赫鲁晓夫是农奴的孙子 他其实是农奴的儿子 爹也是农奴 矿工 他爹后来变矿工了 就是农奴的孙子 这一年赫鲁晓夫67岁 没给大家看这个肯尼迪 最年轻的总统 看看赫鲁晓夫吧 这个特别德国 不是不是 那个特别俄国 长了一张俄式的脸 一看就是一张酗酒的脸 赫鲁晓夫啊 非常的鲁莽 非常的冲动 肯尼迪呢 优柔寡断 赫鲁晓夫这个人啊 特别喜爱说大话 吹牛欢喜 那一门铃特别喜欢虚张声势 老想放狠话 经常会说放狠话的这个话啊 借酒装疯啊 这都是赫鲁晓夫的拿手好戏 肯尼迪特别的小心 特别的谨慎 因为他觉得他每一步都没有安全感啊 他的情绪 这个这个赫鲁晓夫这个人的情绪 这个这个人 这个情绪变化非常的大 不是在播风 就是在低谷 为什么 因为这跟他个人经历有关系 因为这个赫鲁晓夫原来是不识字的 他到二十多岁 他才学会识字 所以赫鲁晓夫长期有严重的不安全感 你想想啊 苏共党政干部你不识字了 我天哪 你被人弄死 你都不知道怎么弄的 所以他有严重的这个不安全感 在整个他获得权力的这途中 你想一想啊 他可比肯尼迪牛多了 肯尼迪也就是经历一个竞选 跟人变个论 对吧 这赫鲁晓夫想在苏联爬上权力巅峰 这跟现在这中国领导人在中国想爬上权力巅峰 一模一样 知道吧 要克服重重的障碍 杀掉无数的政敌 清洗掉无数的对手 才能够上来 在经历了这么多之后 然后掌握了大权 又颠覆了整个斯大林主义 你想想啊 他有无比的自信 缺乏安全感 但这人又自信 听起来矛盾 但是就是这样的 自大 不能说自信 斯大林活着的时候 他是斯大林的一条田狗 对吧 斯大林死了以后 他立刻就与之决裂 立刻就 我跟他没关系 我怎么这么翻 1961年的时候 赫鲁晓夫在两条道路间 也摇摆不定 赫鲁晓夫啊 没什么文化 他呢 也知道改革好 想改革 想改善 跟西方的关系 因为这之前有这个访美 对吧 艾斯兰富豪卫尔 这个邀请他访美 好 拿着人这大玉米棒子 哎呀 高兴的不得了 说这晚上好 这晚上好啊 这个东西我大丰收 好重啊 然后就回去全重 1960年回去说 得了 咱们都不重了 这个 这个全国耕地 都改种这个玉米 就完了啊 结果好 61年 这个欠收啊 然后这个饥荒 哎 所以这就是赫鲁晓夫 想跟这个西方改善关系 但是呢 又习惯了独裁 也习惯了这种 这个政治全谋的 这个对抗 这是他最熟悉的 那个道路 对吧 他呢 就相信什么呀 他就相信这个 通过跟西方的这个 和平共处啊 和这个和平竞争 可以增进苏联的利益 可是同时 他又特别担心 就是说什么呢 如果跟西方走得太近 啊 如果跟西方走得太近的话 他的党内政敌 会不会把他干掉啊 他的那个斯大林派的 这 这个 这些这个遗老遗少 会不会把他干掉啊 而且这个时候 他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东德这个时候啊 东德实在太穷了 生活条件实在太苦了 东德的人员外流 这个问题解决不了 他得采取一切的措施 阻止这个难民往外流 要不然的话 东德就要崩溃了 东德的人员外流 严重到什么地步 当然这也是后来修 这个柏林墙的一个契机 东林 东德建立的时候 1949年到1961年之间 六分之一的人跑了 就跑了 这国家跑了 每六个人里就跑了一个人 就是六分之一的人就跑了 一共跑了多少人 从49年到61年跑了280万人 就是从东德 东德一共多少人 东德一共才1700万人 你跑280万人 我天哪 你想一想 这这得是什么样的数字 如果你加上1945年到1949年 从这个东德跑到西德的 这个跑出苏战区的人数400万 对吧 所以每六个人里就一个人 就就已经都跑了 这难民潮 那你想想 一般的人 他也不跑 他也懒得跑 那跑是干嘛去 说我东德西德 有什么 我一农民 我就跟这种地就完了 所以农民也不跑 跑的都是什么人 跑的都是什么呀 这个手艺人 啊 科学家 啊 然后这个这个 甚至有这个商人啊 然后甚至还有官员 还有士兵 对吧 难民潮让这国家最有才能 最活跃 那人口就基本上都没了 对吧 其实那个 我认识好多这个老头老太太 他们家当年都是从这个东德跑过来的 就是就是在49年到61年之间跑过来的 另外呢 从1961年开始 科鲁晓夫呢 也加快步伐 他开始跟时间赛跑 因为什么 因为10月份 1961年10月要开苏共的党代会 啊 共产党大会 所以他要是不能在这个时候树立微信 解决掉这个柏林问题 他在这个大会上 他很有理由 他要担心一下 他的那些政敌啊 斯大林这个派系啊 这些遗老遗少 会不会把他赶下台 啊 这也是一个问题 所以在维也纳峰会上 赫鲁晓夫呢 就告诉这个肯尼迪 柏林 他点这个肯尼迪啊 他说我告诉你啊 柏林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地方 言外之意是什么 言外之意就是 你小心点 你小心点 那个地方一触即发 如果说咱们两国要打起核战争来 就是从柏林开始的 但是除此之外 赫鲁晓夫也知道 如果柏林的事搞砸了 那么他一定会被莫斯科的对手给弄死 一定会借着这个机会置他于死地 所以赫鲁晓夫必须要干嘛 要去赌一把 那么我们现在说了东西两个阵营 这是世界两级的领导人 但是你别忘了 这场柏林危机发生在哪 这场柏林危机发生在德国呀 怎么说了半天 这里好像就没有德国什么事 对 那没办法呀 你弱呀 对吧 小国嘛 两个都是刚建立的国家 所以被夹在中间的 不要忘了 还有德国人 德国人也斗争非常的紧张 但是不对称 一边是瓦尔特乌布利西 德共的领导人 他带着1700万人口的东德 日渐衰落 穷的叮当响 和一边是康拉德阿登纳 带领了6000万人口的联邦德国 这个联邦德国 这个时候经济在迅速增长 人口也在迅速增长 所以两边根本就不对等 东德实在太小了 联邦德国也慢慢开始变得强大 乌布利西跟赫鲁晓夫和肯尼迪相比 我们给看啊 这个出场的人物 我们都先大概介绍一遍 乌布利西的压力更大 在1961年的这一年 他的压力更大 民主德国 也就是所谓的这个东德 这个东德可是他一生的心血 他67岁的时候 他知道如果没有激烈的改变的话 那么东德这个国家就要完蛋了 不会再有人留在东德了 东德政治要崩溃了 经济要崩溃了 完蛋了 因为人都跑没了 所以如果东德崩溃了 那么他个人的危险也越来越大 所以他想避免危险的那个手段 就越来越激烈 他越来越激 偏激越来越极端 但是这里就步入到了一个恶性循环 乌布利西他一直在使用一些极端的方法 控制人员外流 但是他越控制人员外流 人们越觉得受到了限制 所以人们就越在外流 与此同时还有一个这个非良性循环 恶性循环是什么呀 他在那个莫斯科的那个分量 他越要求莫斯科给我假把劲 你给我点钱呀 越莫斯科越去无视他 为什么 因为莫斯科在想 你是不是不行了 如果你不行了 那么我们就要考虑 在德国问题上 我们替代者是谁 对吗 我们是否要跟西德去搞好关系 所以东德是一个日渐衰微 不上不下的这么一个国家 但是边界对面的西德 阿登纳啊 这位德国战后最伟大 他其实也是德国到目前为止 好像是最伟大的政治家 他排在第二位吧 他好像只比科尔这个差 当然科尔是因为减上了 阿登纳已经85岁了 他已经连任三届了 他的敌人也有两个 一个是他自己的寿命 随时都有可能挂掉 因为85岁的老头 对吧 还有一个就是他的政敌 因为西德是一民主国家 这政敌是谁啊 就是威利·伯兰特 威利·伯兰特 是当时社会民主党的 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领导人 所以社会民主党 就是今天的SPD 当时是个左翼党 社会民主党 跟德国共产党的关系 非常的微妙 微妙到什么地步呢 斯大林曾经跟乌布里希提出过 你干脆跟SPD 跟社会民主党合并吧 你们合并成一个叫做 这个 社会人民党 好像是社会人民党 你们你们干脆你们合并得了 啊 你们俩合并吧 所以你想一想 SPD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政党 这就是到今天 我也很讨厌这个SPD 因为他老让我想起过去 所以 伯兰特当时是 这个 这个阿登纳的强有力的竞争者 他 而且当时SPD的这个势头非常的猛 很有可能 9月份就会在大选里的获胜 但是阿登纳 他完全不能接受左派掌权 因为对于阿登纳来说 阿登纳非常的清楚 这是一政治老油条 他非常的清楚 如果柏兰特掌了权 那么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柏兰特很有可能会把希德给卖了 可能就 他为了这个东西的统一 他有可能就把希德给卖了 他有可能就去跟苏联去谈这个条件去 所以阿登纳 一直在坚守着一个底线 就是什么 就是绝对要赢这次大选 但是这次大选 他心知肚明 他自己还能活几天 他其实他活不了几天 所以阿登纳认为大选是他的遗产 大选是他的遗产 可是这个时候 他就觉得他这个遗产的最大的威胁 其实也不是什么柏兰特 也不是乌布利西 也不是赫鲁晓夫 反而是谁 反而是那个刚刚当选的43岁的年轻人肯尼迪 因为他早就发现肯尼迪这个人实在是有点问题 这个人的这个整个的这个这个气质啊 让他这个不能相信啊 因为有点太年轻而太嫩了 到了1961年 西德已经从纳粹德国那个汇进里头啊 已经涅槃了 凤凰涅槃了 重生了 经济也起飞了啊 阿登纳的历史地位也史无前例的高 那也已经确立了 他毫无疑问 他是德国最伟大的领导人之一 但是肯尼迪讨厌一切老人 肯尼迪讨厌阿登纳 就像肯尼迪讨厌艾森豪威尔一样 肯尼迪这个年轻人啊 他一门心思的就想干点大事 就觉得他上台了以后 就得真他们都是老古董 老思维 不敢甩开膀子干啊 肯尼迪就觉得阿登纳已经是该翻篇的人了 所以他觉得阿登纳根本就不再重要 而且他还认为之前所有的这个美国的这些政客 对于阿登纳有点过于倚重了 这个人显然有点疑老卖老 对吧 牺牲了什么呀 跟莫斯科建立更密切关系的这个机会 所以你看 肯尼迪也不喜欢阿登纳 阿登纳也不信任肯尼迪 阿登纳觉得这肯尼迪缺乏骨气 缺乏个性 没有什么主意 所以他也不相信肯尼迪能在这一年会挺身而出 他也从来不相信肯尼迪会帮希德去抵抗苏联 他觉得肯尼迪在关键的时候很有可能就会跑路 就会放弃这个苏联 所以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聊的所有的登场人物 我们的这个接下来的这专题呢 也就围绕着肯尼迪 赫鲁晓夫 乌布里西和阿登纳 这四个人之间啊 事情是怎么一步一步演变到了1961年10月27号晚上的这个事态呢 前面都发生了什么 我们下周一的同一时间再继续给你讲 下周我们会把时间往前倒 啊 我们虽然我们讲的是1961年的故事 但我们要往前倒 我们之后也会往后倒 然后我们要看一看前面发生了什么 后边发生什么 所以我们还会在苏联专题里我们讲过的一些故事 比如说什么珠湾登陆啊 那我们还会再继续给大家讲啊 所以这就是今天我们这个专题节目啊 然后呢 因为听录播的朋友肯定是不是在YouTube 就是在浑水摸鱼上啊 所以就这两个平台的朋友能够听到我们这一期节目的回播 呃 那我们录音就先到这儿啊 我们就跟浑水摸鱼的朋友说个再见了啊 然后呢 我们把时间呢 留给直播间的这个在现场的各位 我们不能叫弹幕啊 字幕 哇 无我们就这边咱曹 ну 哦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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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